可以跑開來所以這地方的話我們來試試看好了比如說字中 這個字的話呢就會跑到這個有沒有線段的中間 或者甚至你可以怎麼樣呢點右鍵 記得選他按右鍵有沒有你還可以呢單獨移動文字 有沒有發現字可以移到你想放的位置上面 那另外甚至你還可以怎麼樣呢我把它復原一下好了 甚至你還可以按右鍵像這邊還有一個功能就是按右鍵選舉按右鍵這邊還可以讓你怎麼樣呢 移動引線引線就下面這一條線有沒有你還可以移動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他這個地方也可以移動過來有沒有甚至還可以有一個折線 甚至還可以改成這樣子的 他的變化蠻大的 這個線引線可以拉長短記得是點他按右鍵這邊有個叫做 標註文字的位置那這邊其實蠻多功能可以讓我們標註文字的位置地方 比如說你文字要 在 標註線之上或者字中啦或者文字歸位啦或者是單獨移動文字甚至移動引線 這些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邊的話你記得直接按右鍵就會出現一個叫 標註文字的位置 那你上面的那個標註的字呢就可以任意的去移動 他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的功能其實還蠻蠻多的 那這邊的話呢我想你們先試試看這邊好了 你們先開啟這個範例檔之後的話 那我剛剛講的部分就是 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叫做 直徑修正用跟半徑修正用 那你了解一下這兩個之間的 差異 那並且 找一下這個範例檔 我們剛剛做的範例檔主要就兩個 一個是 第10的這一個 一個是第24的這一個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descent 組織